观光局棒里票选民众心中最具代表性的台南美食品项28项 让游客一次品尝 今日在美学冠旁第3广场举办 2014台南美食街联合展售活动 现场邀请到50个展售摊位 饭售小吃半熟礼等产品 且邀请到市长赖清德颁发主题短片得奖者 局长陈俊安表示 得奖影片创意多元 有故事感人深刻的伪电影 直信的解说 以及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广告手法十分精彩 那我们美食影片的增见呢 可以说是非常特别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77只的短片里面 我们看到了各位年轻的团队 非常用心的从他的观点 来介绍行销台南的美食 在每一支短短两三分钟的影片里面 我们看到了年轻人无限的一个巧思 谢谢大家的一个投稿 让我们未来在行销台南美食呢 有更多得力的小短片 可以来推销台南 赖清德谈到 举办此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民众品尝美食之外 还可了解到更多台南美食的由来 及店家背后的坚持与用心 那我们举办这样的活动目标就只有一个 让更多的台湾人可以享受台湾的美食意外 也可以吸引更多的观光客来到台南 让台南观光产业可以做得起来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在家里在附近就可以做生育 就可以安居乐业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活动现场许多亲子前来品尝台南美食 人潮爆满 且邀请到料理界烹饪名师菜籍方 现场live show烹饪台南土产新鲜的四目鱼 记者林游村台南报导